第二百八十一集 夜勤浓烈的沙衣一起 目光就冷峻无比 不过他并没有轻动 继续朝人群中望去 随即看到了曹大修士附近的 利修士和胡修士 他只要一向曹大修士动手的话 那么这两个人肯定是要出手的 曹修士可是金丹九层修为 而那两名修士也都是金丹七八层 实力可说强横 要杀曹氏必须一起杀掉这两个人 可是同时杀掉三名金丹后七修士 那难度可是极大 自己和兵儿联手的话 要击败他们大约有六成把握 但是要杀他们 不让他们逃走那是非常不容易 此时的夜勤士心思急转着 皇甫兵儿知道他的心思 站在了他的身侧 冰车的韩谋是盯在了曹大修士一伙人身上 一旦夜勤有所动作的话 他会马上全力以赴 孙兴心头一跳 察觉到了夜勤的杀意 暗道一声不好 他呢是知道夜勤和曹大修士之间的仇怨的 甚至还亲眼看到曹大修士暗算夜勤 那么这股杀意分明就是冲着曹修士而去的 糟糕 怎么把这个事给忘了 这两人见面肯定是分外眼红 厮杀起来 谁生谁死 虽然说不管自己的事 可是这一番厮杀下来 肯定会死伤不少 只怕要坏了寻宝的大事啊 孙兴那事暗哄不妙 一时间呢却没想出如何改变缓解冲突的办法 哼 想杀我你能杀得了我吗 曹大修士啊看到了夜勤 也感觉到了他杀意的目光 顿时是冷横一声 他心中啊杀夜勤之心 恐怕比夜勤杀他之心还更强烈 只是啊 先前夜勤遭到了绿炮老祖绿煞剑追杀的时候 那样大好的时机都没成功 而现在呢夜勤可说是完好无损 现在想要杀他 简直是难如登天 也因此他发现夜勤之后啊 是一直没有贸然敢动手 此刻间夜勤对他生出杀意 他却不甘示弱的回应 但是啊却并没有真正动手的心思 夜长老 虽然阁下是东海子剑宫的长老 实力非同寻常 但也别太自不量力 别以为侥幸从绿炮老祖手下逃生 便可以为所欲为 你们的修为不过是区区金丹中期 也敢挑衅我们三明金丹后期修士 分明是找死 力性修士和胡性修士是迈前一步 和曹大修士病例是威胁的说道 他们两个呢是领教过夜勤和皇甫病人的实力的 也吃过闷亏 心中啊确实是没什么底 但是场面话那是绝不会有丝毫的示弱 否则一旦被对方看出心虚了 恐怕立刻就要遭殃 这样明显的杀意赤裸裸的对视 场上的气氛顿时就冰冷了下来 众修士们呢都是纷纷观望着袖手旁观 他们在东海修仙界血色之海闯荡了不知多少年 其会看不出双方浓烈的杀意 这可是随时一触即发 不过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跟夜勤曹大修士没什么矫情 自然也不会随意地插手进去 但在此时却冒出了一个声音 叶道兄要杀死了 我二人助你以臂之力 不错 叶道兄想要杀他们 不过是翻手之间的事情 我二人略天不利吧 人群之众是蒋灵正成辉二人 一个闪身飞出落在了叶琴等人的一侧 二人一拱手就朝叶琴说道 叶琴看向他们两人随即是欣慰地点了点头 他明白蒋灵正成辉两个人这时候站出来 是冒了不小的风险 日后炼丹少不了要助他们一把了 又多了两个自己找死的砸碎 这等实力啊 再多又能耐我曹某人如何呀 曹大修士见他们两个人横插了一杠 脸上是微微抽出了一下 不由的恼怒狂声立笑说道 力性修士胡性修士都是不甘示弱的 相互望了一眼 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 可是心中却在打鼓啊 叶氏夫妇本来就很难对付 现在又多了两名金丹中期修士麻烦有点大 再加上我王氏叔侄二人 叶道兄对我叔侄二人有救命之恩 老夫这条命豁出去了 谁跟叶道兄为敌 老夫便跟他拼命 王老者一副气恼无比的神态是大声的喊道 随即呢他们两个人都站在了叶秦的一边 可是呢还没完 他是冲着更远处的庞性修士大声说道 庞大兄 我们一伙七人从古传据点来此寻宝 出生入死 当初可是曹氏一伙修士半路 对我等进行截杀呀 这笔账还没跟他们算 现在正好把他们杀了 铲除这几个血色之海的祸害 庞修士不由一愣 对王老者呀不由的暗脑 他是心中暗骂 姓叶的和姓曹的之间的死斗 关我什么事情 谁生谁死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 又吃苦耐力又不讨好 虽然心中是这样想 但是考虑到之前他们在海谷山脉 被骷髅腰伏击的时候 叶秦可是出手曾经相救过 这个人情是不能不还 再加上刚刚和叶秦达成协议 合作寻宝 所以说不好是转眼就翻脸不认账 王老者开口 他现在要是视而不见 叶秦事后肯定生脑 不可能再和他联手合作了 他心中更明白 事单力孤是极难寻得到好的领宝的 就算得到啊 恐怕也未必能够保得住 再说呢 依现在的情形 叶秦这方的胜算明显 比曹氏那边要大得多 所以呢 卖个人情给叶秦的话 那也是顺手为之 不费什么劲的 彭修士此时是勉强一笑 魂是仲修士说道 我等结为队友 叶道友之敌 自然也是我彭某人之敌 谁要是敢向叶道友动手的话 我彭某人绝不做事 这番话呢 多少有些应付的味道 但是呢 也彻底表明了他的立场 一旦动手厮杀起来 他还有同伙的助修士 杨修士 都会站在叶秦这边 这下子可是出乎了 曹大修士的意料 他的脸色终于是变了 慌顾了一下周围修士 不知道其中还有多少人 是站在叶秦一方的 现在的情况可不是 能否取胜的问题了 而是能否保得住性命的问题了 而在场的二十多名金丹七修士呢 对这个急准直下的局面 也是不由得惊愕 本道人也隐隐听过 有曹石一伙协修 在古船据典一带呀 四下掠夺宝物 颇有恶名 只是本道人只闻其名 未见其人 没想到居然是他们一伙啊 咱们寻宝修士 踏遍凶险之地寻找灵宝 虽然我们寻宝修士之间 偶尔也会因为 抢夺珍惜的宝物而拼命 但是也有个底线呢 可是这些人呢 他们专门掠夺宝物 山越货 可以说是恶名昭著 死了都活该 王氏的话 在这伙寻宝修士当中 引起了不小的反应 其他旁观的众修士 是纷纷议论了起来 没有一个人看好 那个曹姓修士一伙人 而名义上身为众修士 首领的孙兴呢 此刻脸色 那终于也是变了 在场的金丹七修士 总共才二十三名而已 叶琴这边呢 有六人是和他一起 并肩血战的 还有庞姓修士三个人 也是站在了他的那一边 孙兴自己这边呢 也仅仅只有两名同伙 愿意跟他出生入死的 而其他的众多修士 都是各有来路 三三两两的结伙 只是因为他孙兴的实力最强啊 才会愿意和他一起行动 可不意味着会为他去卖命的 保下曹姓修士一伙三人 在关键的时候 至少能起到牵制作用 不至于让夜市独大 否则这支队伍的后续寻宝行动 还有宝物的分配权 都会受到夜市左右 那可不妙了 到那个时候 我这领头之人 就不算什么了 他是看着夜勤的势力 出乎意料的强大 心中是极为不舒服 随即就生出了 压制夜勤的念头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子府先缘》 呵呵呵 诸位 我等都是来着 上古仪器寻宝的 何必大同干戈 都给你死我活呢 眼前这座荒陵城 是上古新妖大战时修建的 据我和几位道友推断 很可能是上古建筑的一座 战备储备库 这样的一座宝库放在眼前 不齐心协力一同探寻 反而在城外 都给你死我活 这未免啊 太不明智 更何况 这座鬼岛凶险莫测 谁也不知道 鬼修是什么时候出没 满岛邪修队长的元神逃逸 说不定立破老祖 在数个时辰之内 便会带着大量的满岛邪修啊 出现在此城之下 如果我们相互厮杀内耗 他伙别说寻到什么上古以宝了 恐怕连自宝到时都极为困难 不如我等先一起寻宝 找到宝物 一切好说 等大家得宝离开了此岛 你们再去厮杀斗法 自己了清仇怨 叶道友 你以为如何呀 孙兴呢 是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态 哈哈地笑道 随后就站定在了场中间 愣是将叶琴一群修士 和曹氏一伙人给隔开了 不让双方有直接冲突的机会 叶琴目光冷冷地扫过曹大修士三人 还有孙兴一伙人是心中冷笑 孙兴这样强行出头阻拦 分明是不愿意看到 他把曹氏一伙人给杀了 他是冷冷地说道 孙党兄 我若是要杀曹氏 你真是要强行阻拦 孙兴闻眼脸色那是微微一变 不大好看 不过他这样老练的寻宝修士 真正在乎的那是利益 是根本没有放弃 说服叶琴的打算 寻宝知识事关重大 叶道友还请三思 离岛之后 我绝不干涉 孙兴一边郑重其事地说着 一边却用神念 私下朝夜勤快速地说道 叶道友 我跟曹氏速无交情 你要杀他 我绝不阻拦 不过不妨推后一点 先让他们三人多活半日 据我所知 荒陵城内凶险程度远超过鬼岛 如果遇到危险情况 可用曹氏三人当作炮灰 保全自身 由你我联手 他们三人绝反不了天 迟早是必死无疑 叶道友何必着急此时呢 好 叶琴沉默了好一会儿 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也不知道啊 是转了多少个念头了 只是吐出了一个字来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而且他也没真打算和孙兴为敌 所以呢 这个面子是一定要给的 如果孙兴强行阻拦 异常惨烈地乱战下来 恐怕没几个修士 能活着走出去 再加上绿旁老祖和满岛邪修的围剿 这次寻找上古医保的计划 也就彻底的没指望了 叶琴是不再理会 曹修士一伙人 转身和冰儿 还有蒋正 王氏舒子等人 在荒陵城下选了一块地方 是打坐恢复法力 并且呢 一边询问庞幸修士 如何进入荒陵城内 而至于孙兴和叶琴的密语 却是无人知晓 曹大修士此时是哼了一声 狠狠地盯了下叶琴 没敢出口说狠话 同时呢 也是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叶琴暂时放过他没动手 这让他有些意外 但此刻他若想离去 叶琴恐怕会毫不犹豫地动手了 所以只好隐忍 寻找第二次机会 孙兴强行出头阻拦 已经是给了天大的面子 要是他再不知道好歹出言挑衅的话 死了都怨不着别人了 一场眼看要爆发的厮杀 被孙兴一番话给强行压了下去 众多寻宝修士的注意力迅速就转移到眼前的荒陵城上 千里之外海谷山脉的边缘 绿袍老祖就出现在山脉之下 面无表情地望着前方笼罩的一片茫茫鬼物的山脉 目光深处隐隐地出现了一丝疑惧 穿过血雾荒原翻过这片海谷山脉 便是无尽的鬼物 也是他极为忌惮的鬼物大阵所在 如果这座岛屿真的存在鬼秀的话 不出意外的应该就在鬼物之内了 可是他到现在为止 还不知道这座巨岛之内的鬼秀 究竟有多强的实力 只有金丹七鬼秀 还是存在更强大的原鹰七鬼秀呢 本老祖一共派遣五只小队进入此岛 其中一队深入了前方的鬼物 但是在鬼物之中消失泯灭了 其余四队返回后却是一无所获 绿袍老祖翻手收起了通天法径一番自语的 阴冷的目光扫过身后的众修士 语气尖锐无比地说道 语情废物 居然连一个寻宝修士都没能找到 本老祖要你没有何用 众邪修们一个个是进入寒蝉 不敢去除老祖的眉头 否则呀 以老祖的火爆脾气 恐怕下场不会好 老祖 这座巨岛血雾范围万里 无法遇见飞行 光凭属下们的预风术几本 想要找到那些进入巨岛的寻宝修士 难度有些高 属下等在周围 血雾荒原大范围的搜寻了近一日 也没有找到他们 属下以为 他们应该并不在血雾荒原 一名邪修领队是硬着头皮 站出来说道 哦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早不在血雾荒原了 都进入到了前方的鬼屋之中 绿炮老祖眼中神光一闪 是皱着眉头说道 那你们还站在鬼屋外面等什么 还不进去寻找 莫非还在等本祖 开口请你们去补偿 绿炮老祖转而立合 眼中是杀鸡涌动 不敢 不敢 属下这便出发 众满岛邪修大海 立时就要冲进海果山脉 此时一个声音响起 老祖 元神 快看 元神 只见一道急速的金光 从鬼屋深处射出 一闪数百丈 速度之快呀 比金丹七修士的飞剑法器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绿炮老祖目光一闪 挥手虚空一抓 一股强横无比的法力直接将那团急速穿行的金色光芒啊是隔空射取了过来 老祖 属下伪仇海 求老祖 就属下一命啊 手掌中的这团元神是痛苦不堪的喊道 他从元神自爆开始穿过死灵湖和海果山脉 倒被绿炮老祖抓在手中 此时元神的元气已经是暴跌到金丹中旗 可说损失那是极为厉害 五名金丹七修士 只有你一个人的元神逃回来 你遇到了寻宝修士 还是死岛的鬼修呢 快说 是寻宝修士 一共二十三名 他们此刻都聚集在前方内岛的一座鬼城之下 魏超海的元神是狠声地说道 二十三个人 他们都聚集在一座鬼城之下 想干什么呢 莫非是岛屿 绿炮老祖凝望着鬼物深处 老祖 还请救属下呀 那元神见绿炮老祖毫无出手 救他的念头不由地哀求说道 我满岛的章法如何 你应该知道 如此惨败 全队覆没 还未对你进行惩戒 还奢望本祖出手救你 绿炮老祖雨中的冰冷 让他是感到了一股寒气和恐惧 老祖 属下此次惨败 完全是中了寻宝修士的埋伏 导致小队覆没 不过属下也带回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还请老祖给属下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哦 什么情报 说 见绿炮老祖起了兴趣 他是联盟将所遇到的整个事件就给说了一遍 并且他还推断说 那座荒陵城极有可能存在着大量的上古遗宝 绿炮老祖目光闪烁 神色古怪了起来 似乎在思索着微仇海话中的真实性 见绿炮老祖有所怀疑他是吓了一跳 赶紧接着说道 老祖明见 属下聚集属实不敢有半点欺瞒 并且他们都聚集在荒陵城下 以他们对此城的看重态度 还有那座城池辉弘浩大的气势 必定有古怪 而且还有老祖一直想杀的 那个青袍修士也在其中 正是他将属下逼得自暴肉身 哦 那小子居然也在 好好好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 嗯 感谢观看